嗯 呛呛三人行 广美 咱们仨里边好像真有微博的就你 是吗 广美 应该说有微博不潜水的只有我 显然潜水的就是我了 徐老师还是汗鸭子的 哈哈哈哈我前我是为了看他们的 就是所以说我我前一阵还还看看 最近我也不太看了 你属于你还不是围观群众 你叫偷窥人士 没错没错 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眼光也非常的窄小 我前段时间呢 大半时间看的其实只是一个微博 嗯叫作业本 我也喜欢他 这个这个作业本啊 不管他是谁啊 他这个写的有些话呀 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呃比如说还给我们提供话题呢 他说这个说这个聊红十字是不治的 聊郭美美是弱智的 那么现在聊什么呢 还是聊聊风之恋吧 然后有些时候写的语言很文艺 哎徐老师你看我给读一读一段啊 说这个风之恋婚姻画上句号 可爱的人们又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可是孩子这世上没有爱情 有的只是在某时某地 你看我挺好 我见你不错 在一起互相不烦恼 于是拥抱 可未必要厮守终老 爱情虽然最不可靠 却让人一生为之困扰 那亭风青春仍年少 那博之美艳也不老 分手趁早 各自去岁月静好 也很美妙 说的这个 这个就是作业本写的 这个作业本写的 说风之 那前一阵这个文道 帮我顶这个节目 我得感谢和尚啊 帮我顶节目的时候 听说还调侃我 我们痛苦死了 我们三个人呢 排了各种话题 排到后来一定要讲张博之 然后问谁愿讲 弄到背后就是说是他的遗嘱 不不遗嘱 他的徒父 他徒父 我当时就是紧急送院 就是因为讲张博之谢霆锋的 那集节目录像的时候 过度兴奋 你兴奋啥呀 你又兴奋起来了 然后我有朋友 电视界的朋友 那次看了那集节目 就是说一看就知道 那三个男人 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怎么回事 勉强在那里完成了一级功课 哎呀你们这个 我发现 真是没讲到 徐老师 你们这个有点太高处不胜寒 没有 我这个人呢 是很通风俗的 那些八卦新闻呢 我平常不会看 但是一看我就要看到完 你知道吗 我是这跟文明群众就像 人道还做了一晚上功课 这做了一晚上功课 对对对 这还需要做功课吗 他把这个这个他们的来龙去谋 还讲了一顿呢 哎现在最新消息 美美美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怎么也不关心呢 我等结果呗 因为这种 这个那种三天一小变 五天一大变的 这个我心里 我也心里也承受 我等结果 哎我老实讲啊 就说这个年代 很多东西啊 都不知道是好是坏 是吧 可是呢呃我挺难想象那样的一种生活 你知道吗 这种生活是什么呢 我给你讲点雅的哈 这个梁思成听说过吧 就那个林徽因对吗 哎我跟你讲 所以那天跟你讲那本书 嗯 就有个安持人物那个回忆 你知道吗 这个陈俱来啊 他写的很多东西啊 反正他写的啊 林徽因 他就说当时这个姓林的女孩子 很多追求者 在北京西山上 他说 你们 我想比如说啊 我想详细情况 大家去查这书啊 大概意思 比如说我想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 你们这些追求者啊 企业自行车 谁先买到 那意思谁就比较牛 这样啊 哗都去了 结果其中一个姓梁的 奔得最快 摔瘸了腿 你知道吗 说是姓林的这个女孩子呢 也是因为这个事啊 对她有点感动 不好意思 瞎编的吧 陈俱来 这个人是搞转客的 真是这个刀 这个下笔如刀 有些地方 我建议大家啊 真是这不是朋友 我都不跟你推荐 这个事 我已经买了 非常有意思啊 咱咱咱我就 刚才说什么了 这你说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生活 不是 我说梁思成啊 梁思成研究这个中国建筑 对吧 现在很多人搞这个假古董 对吧 真是这个扼杀文化 说实在 你以为说研究中国的古典建筑 就是盖一个跟中国一样的这个大乌严的这个顶这个庙吗 这个东西太没文化了 你知道吗 梁思成他们说在清华好像是设计一个就是说他说中国建筑啊最根本的有一个美感叫做什么呢 结构外漏 比如说这种这种一个你看一个这个叫什么毛损结构啊你看中国建筑全看得到就是他的结构啊里边的支撑结构是在外面就看得到的 所以梁思成设计了一个现代建筑都是直线条的嘛 但是呢 却是西曲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这个设计魂吧 就是他是他是结构外漏 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 我这怎么把一特雅的事跟一特俗的事联系起来呢 我发现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种夫妻离婚的闹剧啊 像是停封和博之结构外漏 整个的这个关系啊 你可以想象是外是就一般咱们说关起门来嘛 现在整个的都是说他怎么怎么样 甚至说是两个人已经不见面了 打电话就是说哎告你老板啊 别在报纸上再放我什么料什么什么的 这你你让夫妻啊想见一面都难了 可是呢这个过这个整个内部的东西全外漏 这是名人嘛 另外现在传媒发达嘛 阿诺现在离婚案也这样嘛 对不对 阿诺阿诺太太现在都是不见他的了 然后已经签约要写回忆录了 说好了一离了以后就爆料天价书 这这一名人的代价就这样 名人就这样 你离就没那么容易 就说这事怎么聊呢 你会是什么感受呢 我特别想采访停封和博之 我不是要打听他们两个人 你要有本领把他们两个人采访到 就对面了 我非常想研究这样一种 人类婚姻心理学 就是说在围观之下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 那就像在是不是说 跟咱夫妻俩上舞台了 咱怎么聊 你同事都就跟那个微博 那个掩耳盗铃似的 这你以为是自己的 但是实际又是对外的 你你想着人家可能特别那个 但是但是据目前这样看起来 你可能还有点同情他们 被人围观什么的 但我觉得像我不晓得 起码以女性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谢霆锋 完全是在利用我们这些围观者 然后这些传媒 这些网友在帮他放话 这话博之教你说的吧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我不晓得 对我也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说男性观众跟女性观众 对这两个人 你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 好像听说还是一面倒的倾向 比较支持谢霆锋 倾向谢霆锋 但是我身边的一票女孩子呢 尤其是生了孩子的那些师奶们 就特别特别同情张博之 虽然我还没生孩子 但是我也是比较 属于比较同情张博之的 听他自 听他自己 徐老师呢 听谁 这种事情总是女的比较吃亏吧 我觉得总是女的值得同情吧 不管怎么样 而且从这个事情 从燕照门出来以后 这个张博之就比较值得同情的人嘛 他很无辜的嘛 他从那个玉女 我是不懂了 谢霆锋演什么戏 唱什么歌我都不注意 但是我觉得他让我们记住的 就是当初跟王妃 这个绯闻 这个恋爱啊 对不对 后来是张博之 所以他的恋爱事业 跟他的演艺事业是比翼双飞 对不对 这这 有些网友也是很损的 我跟你讲 他们给我找才了 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什么 他们说就网友呢 是说什么呢 说 还是陈凯歌导演 是预言家 说陈凯歌导演 现在被称为 风之昏变的预言帝 预言大帝 说据称陈凯歌导演 当年曾经说过一句 无极的意义 你们五年之后才会明白 网友们惊呼 无极是神篇呢 错怪了凯歌导演 说第一 无极里边满神对清城 就是当时就是听风和博之嘛 满神对清城说 你永远都得不到真爱 就算得到 也会马上失去 二满神对清城说 你毁了我做一个好人的机会 三 我不说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两个人呢 还是年轻人 你说是不是啊 生孩子 我觉得这合适嘛 所以没有啊 其实张博之他本来 他自己刚出道没有多久 开始红了之后 他自己就讲了 如果可能的话呢 我三十岁之前一定要结婚 而且我要生很多很多孩子 所以呢 我为什么一直很 不能讲同情他 我一直蛮支持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敢做 敢当的女孩子 而且他真的就做到了 你看他结了婚之后 你看他以前 我就说他以前 刚出道的时候人家说 他是玉女 就是那个宝玉 宝玉的玉 后来因为燕照门的关系 又变成了浴火焚身的玉女 然后他结了婚之后 生了孩子之后 人家又把他那个玉改成生育 子女的玉 从玉女 对从玉女变玉女 再变玉女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 在他自己的路上走得 我觉得挺坚定的 挺勇敢的 然后你刚才问我说 为什么不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整件事情 真的不是只有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还有太多太多周边人的 我不想你记不记得 这个事情刚爆出来 没多久的时候 竟然还有一篇报导 写的是 是谢贤吧 谢贤带着他的大儿子 去做DNA的检验 然后验出来说 那个里面只有0.3% 有可能是谢霆锋的孩子 连这样子的报导都出现了 所以你说 不是说谢贤是挺媳妇的吗 就是各种说法 所以就是说 当我去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我受到太多的干扰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是都不要看 但是这个当事人 我跟你讲 你说同情不同情 谈不到同情不同情 这个事情跟我也没有 也不是我闹的 对吧 就是说 谁知道 我是说我开始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 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我没观点 因为经常是两种 互相矛盾的观点 并列在我的心里 比如说你也知道 过去我对这种报道 这种事情 我认为就是一帮下翻烂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观点 是很真实 现在我也有就这种感觉 垃圾一样的人 东西 对吧 但是呢 另一方面 相反的一个观点 在我心里也成立 尤其我最近研究了一下 所谓明星制度 这是美国老造的孽 你知道吗 从二上个世纪开始 明星制 就是好莱坞树立起来的 最近有个出版社 给我本书 叫电影手册 我这一读 我才发现 原来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制度的一部分 对 那么你看 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 就是说 像好莱坞当年 造这个明星出来 就是说 本身你的生活 和影迷之间的意淫 就是庞大的 这个投资产出的一部分 那么你又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 当年我给大家 来点学术的 就是说 这个西区柯克 当年西区柯克讲 当主角不是明星的时候 整部电影都会受损 观众不会关心 他们不认识的 角色的处境 他这话说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像美国那样的明星制度 其实到中国 今天中国的明星够不上的 因为我今天 我想不出中国任何一个明星 我会在乎 他在荧幕电影里边的命运如何 对吧 但美国的明星 可以到这种程度 就观众关心 克拉克盖博 他在电影里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明星 克拉克盖博 第一年 好莱坞制片厂 也14部电影 14部电影 在干什么 是他14种不同的角色 观众一旦认可这种角色 比如说OK 特务 或者说好丈夫 下边批量产出 他全是演这个角色 然后就有200万 那个早年 就像现在海青 也美好媳妇那样 对 早年定型 一年200万美元 专门处理跟观众的来信 影迷 前名照 然后他的家庭的绯闻 同时好莱坞制片厂的发给400个专栏 写 这是整个我不知道中国今天打没达到这个水平了 但是这是明星制度的一部分 所以你说 这个演员 我先别说了 你们说说 就像文化工业 它是这样的 打个比方吧 他们好莱坞制造了一个卡通片 这个电影呢 就像这个演员的演出事业 但是他们拿回成本 完全不主要靠这个卡通片 他还为了这个卡通片 可以在游乐场里面 做出一个场馆 对吧 Binocchio Lion King 什么什么 然后呢 他还卖了很多很多玩具 很多人这个销量 有时候会大于 他这个片子的销量 所以有时候他明星 他的演技是在前面这一部分 就是他的绯闻 他的其他打官司 他那些东西 是他演艺事业的一部分 你知道就是说 有的时候这个明星 甚至能够接受 电影公司给他安排的婚姻 就是为了给人看 而且我知道我的朋友啊 也是电影导演演员 在好莱坞 他独咒发誓跟我讲 他这个好莱坞啊 跟那个一线的那种制片人在一起 他们给他讲这个内幕 当然我不好说啊 就咱们众所周知的 全球巨星级的 这么一个男的 实际上是同性恋 他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全是公司安排的 可是实际上 他是同性恋 但是为什么 因为要维持他的这个 男子汉的这种形象 你知道吗 并不是说对同性恋 有什么歧视啊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很多影迷啊 他要他这个形象 但是我又觉得中国没到这个程度 你觉得基本的方法也在走这条路 对 因为像你刚才讲到就是说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角色的制造 像那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导演聊天 还有制片人在那 然后我想呢 很多演员的最大的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突破自我 然后追求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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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还是怎么样 后来那天呢 那个制片人就非常非常有点嘲笑的 那样子的口吻 就说别别追求什么突破了 你赶快先打造一个 就是大家观众可以认知你的形象 然后拍五十五十部电视剧之后呢 你再来跟我讨论 要突破的这个问题了 然后演演演演的会进入角色 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Unknowing 无名吧 我也看了 你也看了 好好看 好好看 他是讲两个准备去执行暗杀任务的两个特工 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那个男的出了车祸 简单的说吧 撞了 昏了四天 昏了四天以后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以为自己真的是他扮演的那个角色了 然后他就开始破 他再碰到他太太的时候 他旁边令真有丈夫了 他奇怪了 他一定要追回他 我看这个电影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就想到自己 我就觉得我们坐在这里啊 其实是表演幽国幽民 表演风花雪月 可是有时候忘了 以为我们真的风花雪月了 以为我们真的好像可以谈论天下的事情了 我就跟那个主角一样 对 我们呢 脑子坏了 不是 不是也不是 就是风花雪月是真的 有国有民 是假的 是假的 听见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给你们读书八分钟啊 就是那本书上我在摘一些话 说超市的货架上摆满八卦杂志 告诉大众明星如何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如何当众出丑 还有如何放任交纵 这些故事能畅销 因为他们诉诸公众的侵慕和敌意 你知道吗 这玩意儿一百年前美国都有人研究了 还有一个美国演员 讲的我觉得是个演员的心声啊 他说我认为演员都够彪悍 对我的演员同行 我深以为荣 有人称我们自大狂 有人说我们像小孩 演员被看成不负责任 愚笨不经心 像个笑话 人们认为演员好像都有大头症 其实他们的头可不因为是演员才大的 作家或者画家音乐家可以躲在角落里舔伤 可是演员就得在公众面前成长 演员在没出名以前总是被当成垃圾 经常受歧视 半笑脸围着选角的人打转 我就打转好多年 但我转的并不好 没有人能转的好 我们得够强悍 够有商业头脑 我们才不会在每次被骂的狗血临头的时候 感到痛心疾首 我们需要力量 但不管我们多强悍 我们都需要更强悍 鲁迅小说就有一个很多人研究的模式 叫围观模式 你仔细讲他的小说 总是一个跟人家不同的人 阿Q也好 狂人也好 很多人揉着围观 他最后丢石头自己 在某种程度上 文化工业里面的明星 也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但是他这个是拿钱的 他甚至是有意参与的 我每当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话 我总想起龚雪花 记得龚雪花吧 多少年前 讲过一句话 他在雅士选美的时候上去 他好像是五十来岁 最后上去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们都在玩我 我也玩你们 讲透了 我觉得这句话 可能以他的立场讲透了 但是真的不能够代表所有的艺人 或者是演员的立场 你的意思是 很多艺人和演员不是在玩你们 就是在被玩 也不一定被玩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心态 因为其实我觉得所谓的 我们我们讲白一点 就很多的明星艺人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level 不同的就A grade B grade 就是不同等级的 你要去到了某种的足够高的平台 你才有办法被玩 对 才有人想去玩你 有谁稀罕玩你 对啊 很多人是想被玩而不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羡慕郭美美 不是不是真的 我认为现在明星乐趣已经越来越小了 利益越来越小 有名有利是真的 可是你看啊 我最近见到很多明星 你知道吗 他们都跟非洲灾民一样吗 他有钱怎么着 他不能吃好的 他天天处于饥饿状态 他不吃饭的 你知道吗 为了保持这个 对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 跑两个小时 有些人像我这样天生是会胖的 你必须这样 那么你说他有什么乐趣 而且他出去玩 那又怕被人拍 他也不敢随便出去玩 而且因为半饥饿的状态 会加重他的抑郁症的倾向 你知道吗 他有钱怎么样 他有名怎么样 对吧 我跟你说 10年前明星利多玩的好 那个时候享乐了不少荒淫的生活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那时候没有iphone 没有那么多人为官 现在好时候过去了 或者说正在过去 我的没有见 我的没有见 我觉得他们 而且说正这么像张博之说5000万 挣着这么多的钱 是吧 可是当然了 挣钱是好的 挣钱是好的 对吧 我们还是应该嫉妒他们 对不对 不过你开始提出的问题 其实很有讨论价值的 就是说 一对男女曾经有真爱 或者有一起共同生活的经历 现在要在公众的眼光下 怎么样又真心又表演 这不要说他们了 我常在内地的电视剧 不是电视剧 电视节目里看到 你知道有一种电视节目 就是夫妻吵架 上了以后真人秀 他们就开始讲一些抱怨 你什么什么 讲讲就变成真的了 眼泪就下来了 然后就指责了 就你那天什么什么什么 那上去我估计是有本质的 有谱的 到了中间就发挥的 就还是那个unknowing 对 就是弄假成真的 就是撞车啊你知道 就是进入那个角色了 就是有时候假戏真做了 是吧 人生就这样 哎哟 天哪 两夫妻一起过日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